《科小課教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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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翠兒 我在信義會廉威堂 服侍了29年 在16年前我接棒做課主任 和鄧兄姊妹一起經歷過 大大小小很多的變遷 在大約10年前 我就定惑來想想 究竟教會的使命是什麼呢? 我要如何帶領鄧兄姊妹 去參與實踐大使命 我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 宣教 我就參加短孫 知道有CCMN每年暑假有短孫的時候 我就在想我是否可以 用一個參加者的角色去參與 於是我就報了名 在第一年參加短孫的時候 我的隊長是Kidling 我跟Kidling學習的時候 我就放下自己是一個有經驗的目者 放下我是一個決策者的角色 純粹是一個參與者 是有一個學習的心態去參與 那一年我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參加的時候 Kidling給我們很多發揮的機會 我就發現了自己的一個熟靈恩賜 就是在目會的時候 是沒有發現過的 當我去完的時候回去教會 弟兄姊妹就覺得我不同了 有些生命上面的轉變 代人節物 木會上面 特別是熟靈恩賜的運用 有些不同了 於是乎弟兄姊妹 也有些奇怪 這個短孫是什麼呢 當我去推動弟兄姊妹去參與的時候 弟兄姊妹就很願意去參與 最初的時候 我們一起只是打算參加一些短孫隊 但後期 往後幾年我們一起去參與的時候 我們發覺 原來短孫不是一個活動 短孫是一個運動 而在這個運動裡面 我們發現孫教 門訓 以及網絡的參與是非常之重要的 當我們能夠做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體現 真的我們是一個教會 可以一起行動 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去做宣教 並且興起梅圖 所以我特別鼓勵 木姐們 特別是唐主任 如果我們可以新鮮事質 我們走出來 我們去參與短孫的時候 回到唐會的推動力不一樣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也有成長 雖然你是一個資深的目者 但是參與的時候 就有突破有成長 回去就有見證有推動力 在這裡鼓勵大家 一起參與CCNN的短孫運動